上課時間孩子坐在走廊 地上踢腳發泄自己情緒 這樣已經影響到了 其他孩子學習狀態 日過正常又開始 小朋友又開始在班上搗亂 同學會跟他 對他就是做言語上的類似 抗子或什麼之類的 把他的鞋子拿去丟在 學校的生態水池 就有家長控訴 孩子面對班上幾位 調皮同學的揶揄 出現壓力表現 甚至拒絕上學 少數學生行為出現偏差 讓乖乖的孩子被迫忍受 忍了一年多 忍到受不了了 連班導師也請長假 改成代課老師 這樣子的教學品質 家長打上問號 他如果過度的去干預 那孩子有時候可能會 比較大的反應 所以老師到最後 其實有點也束手無策了 學校表示已經接受到了 家長反應 該班的班級 確實有幾位好動的學生 輔導相關機制持續進行中 小學階段 面對班上相對調皮的孩子 鑑定是過度或注意力不集中 恐怕只是台面上的表現症狀 小時候被照顧的狀況 或是他現在的環境 是不是其實很混亂 只是想要把它當作注意力不足 這件事情來處理 就會跟預期的效果差很多 小學生住不住注意力不集中 也有可能是學習遇到創傷 或是過去更小年齡時 遇到的家庭創傷 好動的表現症狀會重疊 光是用要控制大腦的前額線 效果有限 必須拉長時間做心理諮商 是可以申請比如說教註 老師在一對多的情況之間 他其實台下是有人 可以跟他一起合作 學校如同小社會 每位學生都有受教權 面對各種性格的孩子 不只師長教育要有方 孩子也要學習處理人際關係 TVBS新聞 孝龍 宋佩文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